弟弟聊自己做公益的视频 他表示最初接触这项公益的时候完全不懂 只知道捐钱真是很耿直了 基金会还没有宣布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做了两百例了 当时基金会啥都没筹备好 就是靠自己捐了点钱 然后就直接就去做了 就不成功了 开始 心里有一股暖流吧 就是觉得吧 就这么多人都有希望恢复光明 挺好的 如今这位公益部外创立的原公益专项基金 已经救治了许多百内障患者 2018年他们再度进葬筛查 历时18天 行驶7416公里 最终为352位百内障患者带来光明 每一次做公益都身体力行 尽力做到最好 光源地地真不愧是粉丝们超爱的正能量偶像